英康東郊一路地下渡 準備進行臨時拼得改善工程 有價位十月五號到十二月三號 並且在十月二十一號開始四天 在四天幾天 相逢經濟通車 起完朱正軒和有民族 該渡輸用近南三路的民族地 英康東郊一路地下渡 早期是要提供讓 剛才在英文地區民眾和阿姓 可以利用地下渡走路 或是騎腳踏車 來到大街國中住他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騎腳踏車的民族 也會利用地下渡來通行 在經過起完朱正軒 推動改良段合法輸用 和高通郊三個現行以後 就要進行臨時便度改善工程 高通郊那裡也跟我們說 不然現在可以用一個臨時便道的方式 就是配合我們的英康替後地下渡 然後來用臨時便道 來把這個我們現在做分流 就是說機車的地方它也是騎在下方 機車騎在下方 然後腳踏車 減行人的可以騎在上方 跟分流一遙 跟動力車輛做實體阻隔 這樣電腦可以讓腳踏車 減行人的可以更安全 我們的目標就是說 這個空間近年已經有地 大家也在用啊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合法化使用 讓大家可以用得更安心的 而且重點 一定要把動力車輛 減我們的自行車 減行人這實體的阻隔 現在在等級的一路地下渡行人的地下 可以看到已經整理過失敗 說改善工廳 要在10月5號到12月3號為止 名車在10月21號開始時間 在時間期間 想讓禁止通車 騎完朱鎮宣也侯佑民眾 要改善工廳 減行人三路並高德 這個工廳 一直在10月5號的時候 就正式要進場了 一直施工到12月3號 當然前置準備期 還沒有正式看到施工 可是最近的一個宣布是說 我們從10月中開始 10中會到12月3號完成 那我希望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把整個鋪面 路面要做改善 我們的人行道自行車道的鋪面 也要做改善 我們的實體組隔這邊 我們一些也要做得更清楚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這個地下道底下的照明 我們也要全部都做更新 全體當局一路 地下道這處工廳 是完主政宣教堂 將會改善路面 報名和照明 將地下道來握照明 和清土雜草 它會設計更失敗和很熟 在機車和腳踏車 以及雲人的實體鋪開機 將會以臨時變動的行程 來開放機車通行 既然是肖建委員工廳 操縣報道 呃 呃 呃